给大家讲个军事情报 最近中国海军一个舰艇编队开到了大西洋上 碰上了美国海军 别着急 不是要打 两国海军在大西洋上进行一个 这个协同演练 就共同演练一番 据说还是中国海军在大西洋上的头一次 跟美军这个共同演练 那除了这些军事项目之外呢 这个两国的海军呢 他也有一些这个娱乐活动 文娱活动 但是这个文娱活动里头啊 你想想这个军人呢 那这是最好强好胜的 对吧 别看是文娱活动 我能揣自的出来这个心理啊 其中有一个是拔河 美国海军和中国海军拔河 你猜结果怎么着 我有点为中国海军担心 因为我想那帮吃牛肉长大的 好家伙一个个 这家伙体重跟航空母舰似的美国海军 我说咱们这个海军就力气给他拔河 谁拔得过谁啊 我有点担心 但是 结果是什么 绳子断了 绳子给拉断了 哎 你这个从中可以 看出来没有 就是两国海军 他这个虽然是玩游戏啊 他这个底下这个较劲 这可真叫较劲呢 我头一次听说拔河 都把绳子给拔断了的 但是呢 从这儿我有一个小观察 你看 这个美国海军 他有一个小幽默 就绳子拔断了 然后美国海军说什么 绳子输了 绳子输了 你看 这就是 我有时候觉得 看这个美国电影啊 我有时候发现啊 他们之间呢 这个说话呀 都喜欢带点小幽默 其实啊 这也是个智力游戏 而且呢 这个 你比如说我在早年 我看过的一个 那个 好莱坞的啊 好像还是黑白的 那个时候 那个谍战片 那个间谍的 你看我就记得 那个男主角啊 被这个对方的这个间谍啊 当着这个女主角的面 光一拳给打床后 都可以打 打翻在地 可能本来是想救这个女子 结果被人一拳打倒 然后这女子赶快问说 哎呀你怎么样啊 你受伤了没有啊 这男主角来了一句 只是自尊心受伤了 你看他这个对白里头 还有这个小幽默 其实美国人的这种幽默 我在他们的这个葬礼上就能看得出来 你记不记得当年这个迈克杰克逊 他的那个葬礼上 哎 一个一个生前友好啊 亲人呢 就讲 哎 我经常发现美国人呢 他会在这种葬礼上啊 讲一点小笑话 讲这个人的小笑话 哎 这个咱作为中国人就觉得 哎呦 这玩意儿就是合适吗 你在这么一个场合 但是你看 这就是一种 哎 幽默的一种文化 我为什么对这个特别敏感呢 因为我呀 老是觉得自己啊 幽默感不足 我这个从小啊 就是觉得身边很多朋友都很幽默 我就觉得我这方面呢 就是这个缺乏幽默感 所以呢 我比如说爱听相声 哎 但是呢 我在相声里边发现啊 哎 要不说中国的相声博大精深呢 连我说的美国人这个啊 在在这个死亡上面讲笑话 这个东西咱相声里也有 你听 我今天推荐大家听啊 这个白士会啊 马三丽老先生讲的这个 马三丽王凤山吗 讲的这个名名段啊 白士会 哎 你听第一遍听你就哈哈笑 但是你接下来听 为什么马三丽 我说这老爷子哎 成精了 他这个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啊 我听过好多遍这个白士会 然后你越听越觉得了不起 就是 他整个讲的是一个死亡啊 就是这就捧跟的 当然埋态就捧跟的就捧跟他爹死了 死了整个就在讲啊 这哭丧啊 这个葬礼啊 这个东西白士吗 红白喜事白士 你看咱能讲成这个报效的这个相声 你说 而且呢 马三丽 这个说相声真的是到了一种啊 就说实在的 我觉得 今天的很多这个票房特别高的喜剧片 我也看了一些 我真的有时候想斗胆问一句 这高明的观众啊 票房很高 但真的那么好笑吗 我怎么觉得 我那个笑一直是 应酬的笑呢 就像有时候你看 你在电视上看一些这个小品啊 这个逗乐的一些脱口秀啊 这导演呢 拍那个现场观众的那个反应 已经是精挑细选了 可是我怎么看 怎么还是觉得现场观众那个笑啊 有点勉强 哎 那也就是说 不是你讲的好笑啊 那是 观众善良啊 观众要不笑 实在觉得你难过呀 那个挤出来的那种笑 所以今天的很多喜剧啊 要叫我觉得是啊 看起来像很好笑 就是他好像给你具备了一切 哎 认为这个东西应该好笑的元素 哎 都有了 这你还不笑抽了 你知道吗 你好像感觉这个导演在后边 一个手隔着你的隔着窝 一个手揪着你的耳朵 说 这我都给你使出来了 这还不好笑吗 啊 你就那么样的一种 一种感觉 所以 我就觉得这个 为什么我说马三立老先生讲的像是 我觉得到了一种我喜欢的这个境界 就是 不是我要说笑话 谁知笑话逼人来 就是你要能尽管都是事先想好 是设计好的 但是你要能够 哎 表演到 平平淡淡 就是 不是那么 隔着人 哎呦 就 旁击一个大咔嚓 一个包袱就抖出来 这多有意思啊 这就是 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个电影啊 我这两天看了一个 换蝶者 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汤姆汉克斯主演的 哎 这个电影我喜欢看 看之前我看到有的影评说 他是用这个最传统的啊 最老套的好莱坞的语言啊 但是拍的一部很吸引人的片子 就叫我不会剧透啊 就是讲这个美当年美苏之间的这个冷战啊 不是都有间谍被俘获吗 那双方就交换间谍讲这么一个故事 可是我看了之后啊 我就想起这个斯皮尔伯格拍的 比如新德勒的名单 你看他还拍ET外星人 这种片子他演的拍的好 然后呢 这个还拍过一个战马 你知道就是说 我突然觉得这就是大腕级的水平啊 这是什么呢 看上去是平淡的 我看这斯皮尔伯格的这个电影啊 完全忘记了他的镜头 什么用光色彩 忘记了 全然被这个故事本身所这个吸引 他就是甚至是哎 这个里边的对白 我觉得真是中年人的幽默 他是含蓄的 而且不是说故意要说一个笑话 都刻意的要说一个笑话 而是这个哎 自自然然的 哎 这就是平平淡淡当中 透露出来那种幽默的那个韵味在里头 哎 我欣赏这一路 所以我就说 这马三立老先生讲这个白事会 而且这个里边啊 哎 有一个象征呃 艺人他多种才艺都在里头 甚至我觉得马三立这种啊 略带沙哑的声音 当他说起一些个这个这个这个列举啊 丧礼上的一些仪仗 他在一路这个这个灌口啊 哗哗哗这么讲下来的时候啊 我好像就听到啊 就是古老的那种这个街巷胡同里头啊 哎 那种走江湖的那种艺人哎 悠悠的沙哑的那种味道哎 特别让我觉得有有代入感哎 比如说其中有一段你就说死我这这节目最后 我给大家原样听这么一小段 那个您最好听完全部的这个白事会啊 我认为非常经典 这个我给大家听一小段 就是说 他爹死了啊 死了 你听这个马三立 他能把这个人死啊 说出多少种不同的说法 说人死 能说笑了 哎 你说 这个相声 哎 这个搞笑 这是不搞而搞的 这个上品的笑啊 您呢 上医院了 医院呢 那大夫值班昼夜有带过 护士照顾点好 送您上医院找个车 你妈不去 别管我 你们呀 好好的 孝顺你妈 闭上眼 不说话 不愿意 我过去一条 厌弃了 无常 顽固了 不在了 没了 没有了 完了 完事了 完事大吉了 吹了 吹灯了 吹灯拔剌了 本了 本屁了 本屁着凉了 尿了 尿条子了 瓶了 瓶两张了 吐了 吐了 吐点了 无常道了 万事修了 两六一一眼 猴凉 哎 我好好的 我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